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到的這些新聞都很可怕 對不對 沒有一個是真的正面的新聞 包括昨天這個景氣對策燈號 一口氣跌落幾分 跌落6分 18降到12 你知道什麼叫12嗎 對不對 這邊有寫到嗎 藍燈是16到9分 12是落在 剛好是中間左右 沒有錯嗎 中間是12.5嘛 對不對 應該中間是12.5 16加9 25 中間是12.5 剛好落在中間 而12分距離最低分9分 只剩3分 會不會下一次調查就是9分了 說不定 我在昨天前天晚上跟大家講過 其實過去的20幾年來 應該是從2008年的 2008年的9月份也是12分 2008年的12月是9分 2009年的1月份也是9分 所以到底是要看到12分開始買股票 還是看到9分呢 事實上我會認為啊 對不對 看到9分更安全 但12分代表後面還可能有9分 但是要看到9分的話 可能會有金融風暴 對不對 你現在所看到的都不是風暴 今年發生很多 授險淨值報檢 對不對 FTS倒掉 是不是要等到幣安倒掉 才真的是金融風暴我不知道 不過現在說真的 沒有人 我的周圍已經沒有一個人 在玩虛擬貨幣了 一個人都沒有 對不對 都沒有了 你看景氣衰退的速度真的是有夠快 去年的此時還38分 現在竟然不到1分之1的分數啊 1分之1是多少 對不對 差不多嘛 12乘以36 所以現在不到1分之1的分數耶 這是利空1 對不對 利空出不進 再來呢 投資朋友 你看到今天 哇 對不對 從10月份開始告訴你半導體有多好 多好的 叫大摩 大摩這一次大刀直接把他砍了 砍這家公司叫做 對不對 GUC 創意 他可能很久沒有去調他平等了 為什麼 他本來是Overweight 目標價本來是500 這一次調高目標價到700 但是降為Ecoweight 如果在平時這種報告一出來 你可能當作 還好啊 目標要調高 但今天不一樣 因為你看到美國 我Nestec昨天跌超過1%以上 你犧牲畏懼啊 而今天說真的 我只是拿到報告 我在連線的時候 我拿出來唸一下報告而已 投資朋友 我真的只是唸一下報告而已喔 連線在這時候嘛 我說大摩調降創意 對不對 從Overweight到Ecoweight 我講完打到跌停板耶 投資朋友 我講完打到跌停板耶 你看今天大盤有多弱啊 但我要跟大家澄清 人不是我殺的啊 我早就跟大家講過了 七八百塊以上的創意 說真的 我連買都不敢買 讓創意 讓什麼 讓法人去 對不對 讓法人去拚就好了 法人拿別人的錢去拚就好了嘛 創意四新 我說真的 這個 這種價位我實在不太敢買啦 真的不太敢買 對不對 但如果跌得夠深 會不會有法人要自救 有可能 這一次的法人自救 是不是之前我就跟大家拆過了 這一次 大家記不記得 十月底我是第一個跟你講創意的 當時創意跌破四百元 我說那OK的 法人要自救 對不對 我說最倒楣的 就是創意嘛 對不對 當時我除了最倒楣是創意之外 還跟你講的是什麼 洪康啊 我說這是誤殺的 這百分之百是誤殺的 投資朋友 十月份見低點 因為洪康第三季EP是創新高 結果呢 比我預測的多疊一根而已 沒有錯嘛 對不對 比我預測多疊一根 就這一根 它又從112元漲回多少 漲到創新高的171 應該是創新高吧 對不對 創新高嘛 對不對 但現在 氣氛差了啦 你有什麼辦法 就現在氣氛就比較差嘛 對不對 不只是GUC嘛 投資朋友 不只是GUC 對不對 看好聯發科的詹家鴻 今天也降聯發科 對不對 不過也不能說看好 它本來就eco weight 它本來就是看持平大盤而已 讓我有一個感覺 標題寫著 叫利空出不進 不是一堆人說利空出進了 哇小米要裁員了 利空出進了 事實上上個禮拜開始 大家知道 對不對 其實大磨是什麼 大磨事實上應該是第一個 第一個砍聯發科的平等 再來是誰 大磨來 反正最後一個是HSBC嘛 對不對 大磨砍完 不知道還有哪一家砍 連續三家 把它砍下來 你以為不跌了 哇你以為只跌了 結果沒有耶 利空都還沒出進啊 對不對 都還沒有出進 所以別想太多 好別想太多 那包括我們今天告訴我們會員 今天其實我沒有操作 為什麼 今天賣壓那麼沉重 其實我本來在想破14122 來去做空單 但是呢 看起來又有人在承接 就今天說1411幾吧 有沒有說到14120 不知道 反正後來我們今天沒有操作 對不對 但是我也跟大家講 我們把這一句幫大家一起唸完 大磨降創意 對不對 股價直奔跌停 這個族群真的本益比太高 半桃底股我不太看好 要等明年第二季再回來看 至於升一股呢 升季股呢 你知道要好好洗盤換手 我們等第一點加嘛 所以今天我真的沒有動作 今天我沒有動作嘛 對不對 我今天沒有動作 那今天盤中人家傳這個東西來 對不對 說南電啦 不是南亞電路馬的電喔 所以不要亂傳說是我講的 對不對 南電第一季QOQ-40或70 什麼意思 哇 看完笑下來就嚇死了 你知道嗎 你不要對號入座 不要對號入座 不是ABF宅板的南電喔 我回答這句話 可能第一電會成長 對不對 因為第一電 第一電是第一大飯店 第一季國旅可能會不錯 對不對 當然另外一個回答說 南電只有QOQ 對不對 要從30起跳 投資朋友 聲音很像嘛 南電跟南亞電路板 聲音不是很像嗎 那我之前是不是跟大家 講過一個重點了 我說你再把我在 不是週報的東西再看一次 你把它再看一次好不好 我說半導體業 它的市況 等到明年第二季 見底對不對 整體科技股 10月已經反彈 但是反彈完已經利空出鏡 走完一次了 怕的是利空出不鏡 我會建議投資朋友 等到明年Q2再看一看 它到底庫存減少了沒有 不然的話 我說這些個股都還有破底機會 我是不建議大家操作空單 因為有些空單真的難操作 對不對 那策略呢 你就不要操作這些半導體股嘛 好不好 為什麼說有些空單真的難操作呢 早上我看到這個報道 我就覺得很有意思 為什麼說很有意思 其實穩帽跟全新 老實說 基本面今年爛得不得了 我就去穩帽爛到透了 但你看到啊 因為我知道別人都知道嘛 它卷資比百分之40.57 你運氣不好的話 你還要繳什麼 借卷費 標借費啦 標借費嘛對不對 所以我說跌到某某位數啊 某某錢剛好而已 但是我沒有叫你去放空 認得一張文帽喔 我真的不懂 它為什麼從107元 漲到170幾塊 我真的不懂 但是我沒有叫你去放空 認得一張文帽 除非怎麼樣 你超級有錢 好不好 如果你是超級有錢人 你就空看看嘛 文帽跟全新 全一檔空都可以 為什麼 其實你看到今年很爛 它明年不見得會更好 很可能還是很爛 為什麼 他們很多的一些 他們很多的一些怎麼樣 一些客戶 都在做手機的啊 不是嗎 文帽不是 飛瓶跟蘋果 蘋果還OK 飛瓶很慘 不用問我也知道 對不對 但是怎麼樣 我知道他們空單都知道啊 全部卡在那邊 難道會跌嗎 包括6104的創作 我說真的 我最不懂是這些股票 單月只有0.01元 為什麼股價不是50塊 是88塊 之前漲到100多塊耶 一堆分析師在推薦耶 這種錢我告訴你我賺不到 我真的賺不到好不好 當然今天這電子時報的頭版 應該是頭版吧 我們公司有訂電子時報 我給他檢下來給大家看 台積電前十大客戶起砍單 手機甲動率崩跌 微波幣已經飆高了 我早上聯繫的時候 也跟他念了一次吧 對不對 那這些東西不是早就講過了嗎 要明年下半年產生利用率 才會全面回升 現在大家都在猜測 台積電QOQ第一季是多少 有人猜負15 有人猜負20 反正一定是兩位數起跳的 到底會看到什麼程度 有沒有辦法利封出境 對不對 說真的 我是不曉得啦 好不好 但是你看到 說真的 這個新聞 讓大家更加深台積電的疑慮 為什麼這麼講 我記得這次台積電的高點 我有跟大家講一個件事情 12月的第一個禮拜 新聞寫得很清楚 台積電的股東增加了 忘記是39000還是19000人 然後千元大戶少了幾位 少了7個還少了幾位 我忘記了 我現在新聞沒放在身上 我說這你要小心了 對不對 我們待會買台積電 但是我看到這樣的資訊 前面在發生 對不對 說巴菲特他們去買台積電的時候 一路大漲情況之下 幾乎每個禮拜 股東人數都減少 甚至千元以上大股東還增加 但是呢 在12月初的時候反轉了 結果你看 本節目有提醒你反轉喔 但是你有聽進去嗎 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聽進去 你沒有聽進去啊 我提醒你收500塊 結果好死不死 你知道榮岩出在多少錢 榮岩就出500啦 榮岩出售了835張 獲利1.17億 榮岩就出在500嘛 你看275買 對不對出多少 500.78啦 最強榮岩超盤手啊 他不像中環那種韭菜 巨型韭菜不是耶 他真的很厲害 榮岩不是只有這樣很厲害 而有跟你講喔 榮岩不是只有這樣很厲害喔 榮岩還有什麼很厲害 你知道榮岩事實上 在2020年5月份還買了什麼 他還買了Google 2020年3月份還買什麼 買波克夏 我都給你看 他當初買波克夏的價錢是多少錢 我不知道後來出了沒 我不知道 他當初買波克夏的價錢是多少 184.95 現在波克夏 其實波夏今年不好 305 對不對 他當初買這個Google的時候 我不知道後來出了沒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 在這裡 因為Google有簡直 Google什麼 有這個股票分割過 我們列給大家看就好了 成本價在這裡嘛 60塊左右 我不知道出了沒有 但是就算沒有出還有87塊 他們不像中環是玩短線的呢 不像呢 他們真的是長線持有的 對不對 但是當這種長線持有的 他也出了台積電 是不是你應該又心精精 走走人出五百塊 再算一下準 他是不是跟我們一樣看到新聞說 哎呦 法人股東出場 法人股東 對法人股東這個 減少了 這個千張大戶減少 他順便就減少了 我不曉得 可是真的很巧合啊 他就出在五百 買275出五百 真的非常厲害 對不對 這賺超過一倍啊 因為中間還有除息嘛 除了這三年下來 每年每一季2.75的話 一年下來什麼 一年下來也是有 也是有十幾塊錢吧 對不對 他超過一倍了 他超過一倍了 好不好 對不對 他超過一倍了 那當然今天也問到這個問題 會不會去守巴菲特房線 大概在450上下嘛 對不對 450 460嘛 我今天問大家一個問題 他守不守巴菲特房線 關你什麼事 巴爺那麼有錢 對不對 台積叫什麼 存過面啊 他居然套牢套十年都沒關係 可是你呢 我告訴你 泡個幾天就叽叽叫了 對不對 所以你去管他 要不要守巴菲特房線幹嘛 無此必要 對不對 真的是無此必要 這種新聞是假命題 對 是新聞假命題 只不過大家需要去擔心的是什麼 當台積電到美國設廠之後 未來又到德國設廠 日本設廠 日本要設先進製程之後 會不會拉低台積電毛利率 這都是第一季啊 法人說明會的重點 1月份就有了 1月份通常是1月13、14日 那個禮拜 他們就會法人說明會了 請大家自己去看看 好不好 請大家自己去看看 對不對 那當然你看今天被打點是這個 伺服器煉2023清亮點 結果呢 對不對 今天市場都傳這個 其實這是在前幾天的新聞 Google啊 他去停止六億美元的 Data Center資本支出 那同時間 對不對 Meta今年怎樣 也暫停了 Data Center的一個擴建計畫 還有對11個專案重新設計 你說伺服器供應鏈能有多好 我也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對不對 我也不相信 但是告訴你 低本益比的也沒買 但是高本益比的 你要稍微是小心一點 好不好 稍微小心一點 對不對 智服器能有多好 恐怕很難 好不好 那科技產業你看 我會跟大家講 這幾檔我從來沒叫你買過 對不對 不記得買過 但你看 老些很擔心他們 人家現在很爽啊 5月天911 阿林都要登台表演 對不對 其實他們過得好好的 誰叫你要去買他們股票 我請問你誰叫你要買他們股票 沒有人叫你去買他股票啊 對不對 我有叫你去買過人寶嗎 沒有啊 其實人寶也沒有跌啦 我請問你人寶有沒有跌 沒有跌 我記得我印象沒記錯的話 人寶是有相似 人寶沒有跌啦 人寶真的沒有跌 甚至還在怎麼樣 逆勢再往上走 對不對 人寶是沒有跌 是這種股票 完全不吸引我 人家活好好的 人家擔心這東西幹嘛 對不對 不用擔心這些東西 好不好 當然這些東西 這個 這不是廢話嗎 這寬量國際寫的 好不好 這是廢話 明年殖利率 一定不好嘛 對不對 那明年的股價又差 所以你看起來殖利率還不錯啊 一定不好的 一定不好的 這不用我講 再來花點時間 我昨天在前線版本跟他講過的 其實在這種行情這麼差的情況下 誰在偷買股票啊 結果昨天跟他講嘛 說你手上如果有巨大的人 你再不用擔心了 為什麼 大股東還買比你高 沒有錯嘛 這不跟你解了 大股東還買比你高啊 天啊 對不對 救命啊 所以如果你有巨大的 你大概可以稍微撐一撐 整到這一次的一個什麼 逆風過去 對不對 大股東加碼了2275張 再比你高的點 他們會不知道存貨很多嘛 一定知道的啊 因為這是11月份到11月份的加碼 他們一定知道存貨很多的嘛 那如果你還沒有的 當然還沒有的是恭喜你們 先不要買啊 對不對 我說我在昨天的前線版本裡面 抓到幾檔大股東 買超很奇怪的股票 對不對 第一檔叫億加 當然今天億加也沒有漲 我說大股東一直買一路買 董事長包括董事長本人 透過他人持有宣布加一加 目前持有億加的股份是4% 是7.12% 董事長黃邱永先生喔 我就去找嘛 到底有什麼理由 原來是他蘇州的億加 不然在這兒 手機按鍵了嘛 他改做軟板 對不對 轉型做車載的軟板 尤其是面板的連接的軟板 打件都以車用為主啊 董事長三年內增加買進了3192張 對不對 這是擺明給你看的喔 那是因為買太多 所以他在12月23日去公告 什麼證交法第43條 還是什麼鬼東西的 公開收購那個有一個準則 買到一定程度他要公告 雖然加碼不多 但是我告訴你 他三年內增加持股3192張 怕死對不對 那何康生呢 最近很紅的何康生 我叫他不要追高 因為最近量實在很大 上個月他的老闆 大江國際加碼2695張 他做的剛好就是 對不對 生物高分子材料 就是玻尿酸啊 膠原材料理這一類 他是用在牙齒 用在皮膚的 他說中國大陸業績成長 對不對 另外一包這三檔 我們剛剛講的巨大嘛 對不對 東螺鋼鐵這我不用講吧 高值利率股啊 如果你說你有錢 閒的沒用的話 對不對 50塊錢以下的 國中華鋼鐵要不要買 便宜啦 對不對 40塊以下的雅尼可不可以買 也是可以啦 當高值利率股來用嘛 傳統高值利率股 去年配息率108% 表示公司非常有錢啊 老闆也需要拿現金嘛 對不對 最後一檔拿獎是什麼 是百合啊投資朋友 我說這個百合呢 你用今年來看 他今年很慘 他從一百多塊跌下來 跌到股價對折 這不是腰斬 他股價是對折的 下咪咪咪咪咪 對不對 這下咪咪咪咪 原因為什麼 他大空是Nike啊 對不對 投信也很慘啊 我看投信最近的比較好 之前也很慘 大空是Nike啊 Adidas 今年本來很慘 可是欸 那以前成績不錯嘛 那現在協網金不是什麼百合 不是什麼風態的 投資朋友以前 大家都知道協網是誰 協網是風態 對不對 沒有知道協網是風態 欸 風態又上來了 林風態跟Nike比較有關 曾經一度協網換誰當 換玉琦來當啊 因為玉琦沒有出Nike的單子嘛 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看到 投資朋友 對不對 真的出Nike單子了 是百合 我不知道老闆為什麼 在上個月買了1100億張 我不曉得 但這些都是大戶啊 在那邊偷偷買進持股的 我覺得 投資朋友到底留意到吧 這幾檔什麼巨大 東河鋼鐵百合 事實上不只這些股票 你可以去看看 你看我們看到這個原始的資料裡面 允強是買超第一名的 是不是年要開始大有轉機了 好像有這麼一回事喔 對不對 有些股票 什麼瑞利你可能看不懂 1512的瑞利 上個月漲了4000張 怎麼買到4000張的 瑞利我今天看沒有成交量 我最近把這張表啊 放在身邊再看哪一張公司 對不對 有貓膩在裡面嘛 他上個月大股都買了4000張 上個月是買在這裡吧 不是拉這一段喔 是買在這裡喔 是買在這裡喔 對不對 這些公司你看 大股東老闆敢下去買的 其實後面應該都是有些題材 都有些故事啦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你看連廣榮都有買 廣榮應該是買殖利率我猜 廣榮是殖利率很高的一家公司 廣榮是1537吧 對不對 廣榮是殖利率很高的一家公司 而且你看投信先前把它賣掉 應該是什麼高殖利率ETF把它賣掉的 對不對 這也是一樣啊 1102 0056調整持股 它是沒有被剔除 但是它應該是被減碼 它是應該是被減碼 不然就是00900減碼 大概是這樣子 每天兩萬多張都賣不死啊 對不對 反正不是0056 減碼的就是00900可以減碼 賣不死呢 賣不死啊 大難不死必有後果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對不對 這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回到儲能股部分 我也跟大家講 其實台達電 現在股價是稍微高一點 對不對 但是拉回 我還是強力看 對不對 中興電 我們這一次是買55塊的 所以前面買已經不算了 跟你講十幾塊了幹嘛 對不對 這一次我最早跟你講的 投資朋友 他為了要建氫電廠 24座 對不對 深微能源 紅了吧 我第一次跟你報告的時候 才74塊而已 現在今天都快90了 投資朋友 今天都快90了 今天最高多少 90整整 他已經大漲16元了 他不是一檔小型股 他每天也是量洗來洗去的 你自己看 對不對 每天量洗來洗去 不是一檔小型股 所以你說儲能是不是未來 絕對是未來的 你放心好了 儲能絕對是未來的 好不好 對不對 那你順便跟大家講 這四電其實在低檔 五十幾塊跟你講過的 我會也沒有買四電 先跟你聲明 因為他成交量太小了 包括連今天在內 投資朋友 他已經成交幾張而已 他已經成交155張 我會也沒有買四電 但是我很看好他 而且我要告訴你 有某些受險公司 在地板區停損了四電 對不對 我說你可以閒的沒事查看看 原付證券的母公司是誰 跟裡面的某家公司好像 而且或許不是只有這一家 或許不是只有原付 或許不是只有一家受險停損 或許好幾家 或許好幾家 我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你每天都看到什麼 巨額交易什麼 交易在那邊弄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嘛 原付證券一直賣一直賣一直賣 然後怎麼樣 大股東很有錢啊 大股東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國賓先前在9月16日公告 買了8500張 再來怎麼樣 又在9月 又在16日公告 又再買了7000張 對不對 加起來給我買幾張 將近1萬6000張 那當然中間還有一些 你說這個原付證券賣出來的 這些很可能是對銷給他們的 這很有可能 我不曉得 很有可能 你說張數不吻合 有些盤後交易 有些巨額交易嘛 這我們不管 反正 幾乎某一個大股東手上的持股 對不對 幾乎某一個大股東手上的持股 全部都敲出去了 沒有錯嘛 沒有亂講嘛 8500張加7000張 15500張 他全部敲給國賓啊 四年有什麼好 對不對 他們是種電的嘛 本身就有土地 天母收購 有什麼不好 當然好啊 對不對 當然好嘛 對不對 安晴今天比較弱一點 但是我也跟大家講 我們第一個跟你講的 對不對 預期要延長 那時候打問號 是沒有問號了 但是長到這裡來 你也不要退去追了 其實安晴我認為拉回 要找機會去買 對不對 不是說看了報紙 趕快衝進去買 不是 不要搞錯了 拉回來找機會去買 因為它不會只有這樣子 原付報告的目標價是102元 它有投票機的題材 它有歐洲新導管事務器題材 它甚至還有電子紙的 對不對 電子紙的資安題材 資安及國安 投資朋友 資安及國安 當初跟你講的時候66.2元 今天最高87元 漲了20元 沒有多少 漲20塊而已啊 哪一檔不是事先告訴你的 包括雷斯生衛能源在內 我們都事先跟你講過了 對不對 我希望你啊 對不對 看節目都能賺到錢 甚至連這個都跟你講了 投資朋友 節目結束前 就讓你再複習一下 這一篇寫什麼好不好 再複習一下 不要說我很殘忍 但是我告訴你 對不對 不管是南電 第一電這些東西啊 我還真的很有研究 最後祝大家操作順利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慎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社交專家 證券 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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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